所以集成吃肉的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要显示登录页面 然后并且呢除了登录页面之后之外 其他的请求我们都得给它锅里出去是吧 不让它显示 然后登录了之后 其他的请求再给它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这个 那首先咱们去整合吃肉 整合吃肉的话肯定是要有泡沫是吧 泡沫的话就两部分啊 一个是吃肉的那个核心 还有一个是吃肉和死不润的一个整合包 就这俩就够了啊 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吃肉给它的核心包给它靠过来 那就是就它就行了是吧 下面都不用烤啊 因为日志在我们项目当中都已经存在了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吃肉靠烤贝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来 然后这块呢咱们整合吃肉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水肉是不润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1.3.2 我们给它版本管理一下 上面这个FreeMarker可以删了 一开始我先整合一个来的 后来感觉不太适合现在弄 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 你现在变点保存一点保存的这边下载该出错了 先把CeroVersion1.3.2维护到上面去 好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工作空间给咱们fail的出来了 然后你检查一下这个Cero和Cero相关的包是不是都已经对吧 加载进来了就这些 好了 其实你会发现你整合CeroVersion的话好像就弄个Cero CeroVersion它这个Card自己就进来了 是不是 因为它依赖于这个CeroVib CeroVib是就是你不整合CeroVib 你单纯整合CeroVib的话需要这个CeroVib 对应该是 然后这个Sharap API的话其他的地方应该有吧 对如果有的话那就直接弄个这个其实就行了是吧 好了 然后这个是第一步 对弄包 从下面这个其实就行 把上面平了得了 感觉没啥大用 所以说它整体上是需要CeroCard CeroVib和CeroSpring的 然后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在Vib的XML当中我们添加一个CeroFilter 然后所以呢 我们来添一个 Vib.xml 好嘞 随便找一个Filter复制一下就行了 这个是吧 然后这个叫CeroFilter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就叫CeroFilter就行了 随便起啊 然后这个class呢 叫做OIGSpring Framework CeroVibFilter 什么DelegatingFilter Tress什么什么那个啊 然后咱们写一下 找个地方写一下 这里有没有提示 Vib从这开始就行了 Vib然后是Filter 没有提示啊 然后啥玩意儿 然后找一个类啊 随便写一下 Filter 然后是啥 DelegatingFilter Proxy 就它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Filter啊 然后它也有两个处理化的参数啊 一个处理化的参数呢 叫做TargetFilter Life Circle 你从这里面可以找到 就是它 叫TargetFilter Life Circle 所以 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叫做处啊 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都有它 然后接下来呢 Filter MyP呢 我们就把它配到这块来就行了 然后呢 是所有的请求都要执行这个Filter 是吧 跟前面对是一样的 好了 这样的话 这个Filter我们就配完了 好了 这是第二个步骤 然后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 还得创建一个Spring的配置文件 我们管它叫 ApplicationContext 0.xml 好 第三个步骤 稍等啊 把这边给它 创建一个Spring的配置文件 再 嗯 天呐 在哪儿啊 在这儿啊 在这儿创建一个Spring的配置文件 只好用一下 STS那个创建Spring的配置文件的功能 是吧 new new一个啥玩意儿 你搜Spring是吧 这有了 然后叫什么Spring定ConfigurationFile 对吧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这块写一个名字 对吧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这地方你是不是就可以选了 比如说我要选那个Bings 好像这一个就够了 Bings 下面还有啥 没有AOP 在这里选就行啊 然后下面选这个 然后下面 我看一下有没有AOP啊 没有 先勾上吧 应该没有别的了 然后往哪创建啊 往这个地方创建 对吧 然后行 OK就行了 这样的话它就头就有了 就这么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的那个配置给它给它配上 在这啊 这就直接勾了是吧 这也行啊 也挺好的 强大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有几个配置要配 第一个配置呢 就是它的那个security manager是吧 然后ID啊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security manager 然后class是啥呢 先写class吧 class是那个org mg.r.apache 然后.r.shero 对吧 然后.r.web 对吧 然后.r.mgt 什么东西 直接打类名就有了 然后.r.default 什么哪个是 default web security manager 就是它 所以说我们给咱们这个起个名字 叫security manager 好了 这样的话 这个就配完了 这个是啥呢 就是 就是security manager 好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设置它的那个核心的一个配置呢 就叫filter是吧 等会啊 这跟外面那个不是一个filter啊 就是它的一个过滤器 id zero filter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我们class 这个class的名字呢 叫做 叫做 zero filter factory bin zero filter factory bin apache oig apache serial 是不是 应该是对的 serial filter factory bin 然后这个里面呢 可以 首先先配置一个什么呀 就是把刚才咱们那个 security manager 给它配进来 对吧 这个啊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做ref的 对吧 所以就叫什么 就叫ref 然后叫security manager 这是 这个 那这个是必须要配的 就是这个属性是必须要配的 叫做shiro核心安全接口 这是shiro主过滤器 就是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往下 往下呢 就是 一般情况下 我们登录之后 你肯定是要想让它跳转到一个 url吧 我们可以在这直接配 那么登录后跳转的这个url连接 叫loginurl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配一个value 比如说配到in 那个那个login .html 就是对登录的那个url连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配到杠 这个杠指的是什么呢 杠指的是承接这个位置 就是你那个context path 明白的意思吧 嗯 嗯 这个是登录时的连接哈 嗯 自动 在 context pass下 寻找啊 然后前面别忘了要加杠哈 然后接来后面还有一个 嗯 登录完了之后还得有登录成功的 对吧 嗯 所以这块有一个叫successurl 然后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登录成功了之后 我们跳转到index 好 然后这个是登录成功后的连接 嗯 然后登录成功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登录失败之后的连接 比如说权限不足啊登录失败啊 呃就是那个主要是权主要是那个呃就是授权啊授权失败的时候啊 授权失败对登录失败的话他直接就又回到登录印了啊 啊授权失败的话就是你你那个认证通过了但是权限没有 没权限明白吧我们不还得有判断权限啊判断资源啊什么角色呀 那个授权的时候啊授权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个连接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给他连到登录印或者是你给他连到一个专门的叫授权失败呢 比如说对不起您没有此权限对吧 然后点击什么按钮返回到那个你原来的操作页面等等 明白这意思吧啊 好了那这个叫授权失败的连接叫 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再写一个比如说就叫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了 然后这个是用户访问未受权的资源时 啊跳转的连接这是这样的一个连接地址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这个 啊叫做filter chain definition 这个啊filter chain definitions那这是一个集合 或者说是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用换行的方式配一堆东西比如说配什么呢 比如说配那个哪一个是你有权限才能访问比如说我说这个杠星星表示的是所有的路径所有的路径呢我得有权限才能访问叫 auththc这个是shiro他自动给我们提供的这么一个url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明白吧然后有一个网址啊他叫什么来一会我给你们那个给你们把那个链接给你啊这个人把这个路径的这个各项路径他都是怎么回事他都能过滤什么写的特别全面写的特别全面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一会我把这个url地址你们找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所有的就是这个用户啊必须得登录了之后才能访问的地址 这是这个啊就是所以这个叫做咱们就先写几个常用的啊更细节的东西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到时候我把那个资源给你们你们上那点看就行了就是该过滤器下这个叫一个过滤器 该过滤器下的页面必须验证后才能访问也就是说你登录了之后才能访问这个页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url匹配路径 叫做所有的路径必须登录之后才能访问明白这意思吧那除了哪个路径之外呢比如说除了我们的登录页面之外 比如说login.html那login.html是什么怎么怎么回事叫anon意思是啥呢意思是没有权限的用户 所有没有权限的用户未授权的用户都可以访问然后他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他在前面只要找到了一个匹配的 他就匹配这个了他就不往后匹配了所以说这个没有权限的用户从上往下找哎他找到这个login可以访问他他就访问了是不是啊 然后他就不往下走这个所有页面不访问这个规则了明白吧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看一下啊 在这写一下 这个是anon哈 咱们把这个标在这里到时候你看这个文件的时候能方便一些啊 anon指的是 嗯 这个这也是一个过滤器啊 该过滤器 该过滤器的实现是通 就是这这过滤器里面啥也没实现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啊 什么都没做意思就是是吧 啊 就是你任何用户都能够通过我这个过滤器 我啥都不拦截明白这吧啊 就是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此过滤器啊 啊 他不不不拦截任何这个请求啊 好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平时主要用的就是这两个了 然后其他的回头我给你们一个文档啊 然后接下来呢 除了login.html之外还有除了aus这个aus加c这个之外 应该还有一些别的吧 比如说静态资源啊 比如说登录页啊 比如说验证码啊 是不是啊 这些应该都可以被过滤出来啊 那我们先不考虑这些啊 我们先只弄这两个 然后我们先建一个登录页是不是 马上看一下啊 好了 登录页的话既然我这么写了 那我肯定是一个html页 而且呢我也不打算用controller来跳转它了 所以一般请问一下这种登录页 我们就直接建在web的app下 因为这也没啥可保密的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建一个 嗯 哎 html file啊 然后我们就建一个login.html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随便写一个吧 写登录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访问一下这个音码 好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刚开始它就跑到登录了 是不是因为我设置了 是不是因为我设置了登录页是首页面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它刚开始访问的是其他的路径 它被跳到登录页了 明白吧 啊 你看啊 我访问原来那个index 是不是又给我跳回来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同样如果我访问其他的比如说什么grs呀是吧 对呀 都访问不了 右点 mini点 grs应该有这么一个啊 哎 这还能访问 我想一下啊 静态资源我没过滤呀 我没过滤它应该访问不了 啊 又回来了 是啥情况这是 等一下 它应该访问不了的 啊 缓存缓存 是吧 啊 从缓存当中去了啊 他妈缓存清一下 太吓人了这缓存 你你你知道这谷歌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 你看这个缓存这个早就勾上了其实是吧 啊 它早就勾上了嘛 得打得开着用是吧 啊 好了 然后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把这些啊 静态资源都给它过滤出去 明白吧 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进 所以有一些有一些人吧 他呃 习惯于把这些静态资源都扔一个目录下 明白吧 这样的话就方便一些了 啊 这样我们现在就不扔了啊 还改太多东西了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配一下 呃 呃 哪儿去了 哪儿可以的 这 好几个是吧 呃 有这个 呃 login 还有这个 把静态资源配上吧 呃 可是有我们好多的业务啊 还有后台的UIL地址啊 什么的 都在这里面配着呢 这个你不能让用户看到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东西一般都是我们登录了之后 才讨访问的那个script脚本全都放在这里面 那你说那我登录页的script脚本写哪啊 那登录页的script脚本你就写登录页里头就行了 你也不用非得拿出来去建一个或者是你就单独写一个 比如说写的labs里面真的就不太好了明白吧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习惯于把那个登录页的script脚本直接就写登录页了 或者是呃 你看好吗 前后端分离开发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前端页面的话 它单独有一个用阿扎克斯去上后台取取是否有权限的那么一个 那么那么一个脚本会有那么一个脚本的 然后判断一下如果没有权限就开就直接跳了啊 那前前后端分离的时候有前后端分离的一些独立的解决方案 这个里面我们就不说了 那总之现在我们登录页的脚本我们就不往这里放了 否则的话就就跳出来了是吧 啊就就就访问不到了 所以登录页的脚本我们直接就写在哪啊 就写在这个登录页这底下就可以了啊 就就写这啊 好了 嗯 然后嗯 所以接下来呢 嗯 哎 看一下啊 除了有这个之外 images css libs 然后login 然后另外 未来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个功能就是一点那个登录按钮 然后他 他执行登录吧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地址吧 system login 就是这个controller的地址 对吧 你执行登录你不能让他一执行还没等登录进去就跳出来了 不太合适是吧 啊 所以这个 然后回头我们还要整合一个验证码啊 啊 叫catch 整合一个谷歌的验证码啊 然后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jpg 这个这个验证码我们一带就是嗯 给他 放放放放行 明白吧 啊 就这样 好了 那这堂课先整合到这 然后下堂课我们继续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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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